看过前面节目的人都知道 通过做视频来在网上赚钱的办法有很多种 而通过于平台进行广告分层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办法 也是绝大多数人迈出的第一步 今天我就给大家用YouTube作为一个平台的例子 来跟大家讲述这里头一些注意的东西 那国内的一些平台我也在摸索过程当中 但是基本上的原理我想应该是大同小异 第一点 如果你想跟平台分层 你得告诉YouTube讲 我这个视频是准备赚钱的 请你在我的视频前面中间后面打广告 那么YouTube就会把广告放到那个地方 从2018年我前面讲过了 它是有条件的 你得超过4000个小时的观看量和1000名订阅者 它才允许你有资格打广告 这是你要赚钱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你不申请 它根本就不会在你的上面放广告 所以你就不会赚到钱 第二点 如果你被批准允许在这上面做广告 这个广告往往不是Google自己的广告 都是其他的广告商在这上面做广告 可口可乐 各大银行 汽车 各种公司 大小公司 还有个人的每天5块钱在上面做广告的人 也不在少数 所有这些广告都通过一个广告的分发平台 然后根据你的内容 在你这上面放置这些广告 比如说 如果你这是一个讲保险的 那么所有的保险公司在你这上面做广告 如果你这个是讲汽车维修的 你想想谁会在你这上面做广告 当然这反过而讲 如果你做的是一些不失忆的内容的 宣扬仇恨超过年龄级限制的 那么就会没人在你这上面做广告 甚至如果你宣扬的是一些超过人类道德底线的话 他会直接把你的这个视频下架 你就根本就不要想赚钱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你做什么东西 才会吸引这一类的广告商人 在你这上面做广告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当做创业来思考 你一定要找到你的特长 你的特长是财务服务 还是学习方法 还是专门教英语 还是专门教中文 这个从另一方面来讲 你做你这个频道 你最好要做一个垂直度高的 你比如说你喜欢野外活动 你可能做一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频道 或者你同时呢 又有阅读诗歌散文文学创作的那个爱好 那么你可能考虑做两个分开来的频道 较为有利 那么像老胡现在做的这个老胡的苍征 就有一个问题不足 就是我现在不清楚我这里头是什么 我会讲人生 讲生活 讲学习 讲工作 讲海外 讲移民 讲英语 讲中文 所以我现在是一锅会 我这个方面就做得不好 但是我有我的限制 因为我是要找到这么大的一个听众群 我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 所以我现在不可能同时做十个频道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清楚的话 这就是一个考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把做一个垂直度极高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吸引那一类的广告商在你上面做 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懂 你想开发自己一个兴趣的爱好的话 然后去学习 然后开始做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挑一个将来回报程度特别高的 大概如果你不清楚 你可以去做一些研究 但是我可以很随便的跟你讲的哪些东西 你看汽车广告当然赚钱 如果你跟法律沾边的 跟打官司的 你如果专门办一个频道 讲怎么离婚的 那么那些离婚律师全在你这上面做广告 其他的 你有本事让那些卖药的在你这做广告 你当然会赚很多很多钱 你可以想象到哪些广告是最贵的 你大概去做一些研究就会清楚了 然后你就可以准备这方面的资料 做这方面的视频 有高度的这种垂直度 这样你的收益就会很好 第三个方面的因素要考虑的是 由于YouTube的观众群来自于全球 而广告商买广告是通过一个广告的分发平台 广告商这个工具提供他的能力 他是可以明确讲 我这个广告只被美国人看见 因为他要想卖的东西就在美国这个区域 或者讲 我想让主要的英语的国家 这些有钱的英语国家 七个国家能够看到 因为我只想卖这些富裕国家的人 他们有钱买 我不想让印度 巴基斯坦或者是印度尼西亚 一些亚洲的这些 他们认为是不太富裕的国家的人 流量很大 会占据他很多的广告费用 但是又卖不出多少东西 同样你这个视频放在那上面 我刚才讲的 是一个英语的节目 比如说 那么英语主要的富裕的七个国家 工业国家 他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广告 那么同样的一个节目 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同样说英文的 他在那看 他看到的广告就不是美国观众看到的广告 因为美国的这个主要的广告商 他讲 我不要我的广告 在印度播放 那么 印度的人 看这支视频的时候 他也能看到广告 有可能是印度的 本地的一个广告商 放的一个广告 我讲这个话 你能理解了吗 美国这个人 你看一次广告 你能拿到一毛钱 两毛钱 三毛钱 印度那个人 看那个广告 他可能只到 一分钱 甚至一分钱都不到 所以 当你每个月看你的广告收入的时候 差别会非常非常大 不能简单的讲 我有这么多流量 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多钱 如果你这支视频 都是印度人在看 那么就不会给你赚多少钱 如果你一支视频 是跨国界的 不说话的 比如说小孩的 或者猫啊 狗的 全球人民都喜欢的 说不定 你就能赚不少的钱 所以 当你做频道的时候 你得分析你这个频道里头的流量 大部分是从哪边来的 对这种区域性的流量的深刻理解 就能帮助你理解广告商的行为 那么我们做节目所使用的语言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因素 你会在YouTube上看见有一些人 他就做一个跨语言的中性的 比如说只看动作的 就像卓别林的雅剧一样 我举的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并不是叫你去做雅剧 而是讲你做的是一些手工的东西 不需要人工解说 所以你做内容 你得考虑这一点 有的时候说话 真的是多余的 我看见好几个日本人 做美食节目 一句话都不说 由于他一句话都不说 全球的人都在看他这个东西 如果他一旦开始有日文的解说 好了 我告诉你 观看人数最起码会减30% 这一点是很多人没有做过这个思考的 下面一个因素 要考虑的就是季节性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所有做YouTube的人都会知道 最赚钱的就是什么时候 在靠近圣诞节那个时间 12月份 广告费是最多 所有的商家都在那个时候做广告 然后1月份的时候 2月份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个淡季 接下来一个大的影响因素 就是视频的长短 我这个视频究竟是做短视频 还是中视频 还是长视频 一分钟的合适 少一分钟的 25秒的怎么样 或者是三分钟 四分钟 十分钟 什么样才算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有很多人做过很多的测试和研究 Google它是不会告诉你的 Google的算法里头影响 据说要超过200个参数 哪一个因素是影响最多的 它不会告诉你 因为它一直在变化 随时在变化 比如说以前有人摸准了这样一个规律 讲同样的视频 如果是有9分50秒 你想办法给它变成10分05秒 立刻这一支同样的视频 就能够多赚不少钱 有人做过这样的测试 这个结果也是正确的 但是当Google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它可能会调整它的算法 有很多人花很大的功夫去纠结 去研究这些东西 我个人觉得这个努力是不值得的 只要你是好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见很短的视频 也是风靡全球 这个观看量过亿的 也赚很多钱 一直几秒钟的 十几秒钟的视频 能赚几十万块钱的 这种例子我也看过 你弄得又臭又长 五个小时直播 最后只有三个人看的 这种人也有 所以你一切 你做东西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你尽你最大的努力 做得精练 把东西讲透 该长这长 该短这短 好了 影响一个视频赚钱的因素 我今天给你介绍的是主要的几个方面 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影响因素 但是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几个方面 如果你能理解这几个主要影响因素的话 你就应该八九不离十 你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 同时理解了这几个主要的因素 也会帮助你去理解别人做得成功的频道 他们是如何赚钱的 他们大概能赚多少钱 所以下一期里头 我就要向你介绍这些因素里头 在评判一个频道赚多少钱的时候 哪一个参数是最为重要的 我会告诉你 根据我的研究在YouTube上面 通过广告分层赚钱 赚得最多的人会是谁 可能跟你在报纸上面 头条上面看到的都不一样 如果你感兴趣 请收看我下一期的节目 再见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